嘉义现成性驾驶 今天上午驾车行进新港乡防训道路时 一超速 黄神仙冲撞右侧护栏 后连续打转四圈后 撞到对面车道菜 姓女驾驶的自小客才停车 所幸成男安全气囊爆开 人仅受轻伤 事故原因 责任人带警方厘清 据警方调查 两人九侧值都是零 成性驾驶 上午七时时 行进新港乡安汉村防训道路 一广神 车速又快 先冲向右侧田 耿旁护栏 车头前方全毁后 抛出引擎 又连续转了四圈 一路上都是她的刹车痕 最后才撞到菜姓女驾驶的自小客 事故状况全被菜女行车记录器开下 事后她向警方表示 看到对方车子不断旋转冲向她 真的吓坏了 还好人没事 嘉义现成性驾驶 今天上午驾车行进新港乡安汉村防训道路时 一超速 晃神仙冲撞右侧护栏 连引擎都飞出来 陀翻设字脸书 绿豆嘉义人 分享 嘉义现成性驾驶 今天上午驾车行进新港乡安汉村防训道路时 一超速 晃神仙冲撞右侧护栏 连引擎都飞出来 陀翻设字脸书 绿豆嘉义人 分享 嘉义现成性驾驶 超速 晃神仙冲撞右侧护栏 车头全毁 图翻设字脸书 绿豆嘉义人 分享